睡梦惊魂来看桃园市卢竹区27号凌晨是惊喘了火警 现场是一处气机车零件工厂和移工宿舍 火灾发生后32名外籍移工及时疏散 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三楼移工宿舍已经全面陷入火害 现场拉起黄色的警戒线 刺鼻的烟雾弥漫在空气中 桃园市卢竹区这处工厂是一间气机车零件制造商 场内不只有产线也有移工的生活空间 大概在三点半左右 然后我正在救勤 然后一听到隔壁有一声声响 爆炸的声响 然后还接着就鸣笛 后来我就发现不太对这种声音不太奇怪 所以我跑出来外面看 就开始在这个厂房的后面 后车那里开始冒黑烟再开始烧火 募集民众凌晨三点半拍下橘红色大火熊熊燃烧 烟雾蔓延的画面 看上去相当惊悚 生怕自家被波及 民众拿起灭火器警戒 索性现场无人伤亡 只有一名员工因呛道做预防性治疗 我们一直很害怕被波及 虽然我是隔壁的工厂这样 整个就是这样 我们提了灭火器在上面等待 早上四点多的时候 街道南山路有一处工厂火警 那我们人车抵达现场后 现场三楼厂房三楼已经全面燃烧 马上出水去抢救 那现场的有救出 有疏散里面的员工 员工约30名左右 消防队表示因宿舍隔间多 逐渐确认安全执行残火处理 直到11点多起火8小时后才完全扑灭 整起火警原因仍待警消进一步厘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